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布阿松分配的公式 怎么用 这个题目是布阿松分配的公式 那么这是高雄大学经管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题目的内容 这是一个英文出题的 这是Customer arrive in a certain shop according to an approximate 这个是布阿松 process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顾客进入了这个 这是一个商店 那商店的话呢 它这是随机出现的 有的时候的话呢 是时间长 有的是时间短 它出现的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布阿松的一个过程 就是布阿松分配 at the mean rate of 这是20 per hour 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意思就是 它的 这个平均数 是20人 一个小时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一个小时 平均来说是20个人 20个顾客 那么题目呢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这个是shopkeeper的话呢 是我们这个店员 他要怎么样呢 什么的 什么样的几率 shopkeeper的话呢 will have to wait more than 5 million 5分钟 完全 在等待 没有任何顾客 for the arrival of the first customer 第一个顾客 之前 之前的话呢 都需要等 5分钟 那么既然是5分钟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今天是 一小时 是20个人 那么我们要把它 做一个缩减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改一下 20个人 我们要把它改成 5分钟 一个小时 有几个5分钟呢 有12个5分钟 这是 就是这样子 5分钟 5分钟平均有 20除以12 那就是等于 4 5 20 4 3 12 三分之五人 每5分钟 好 那现在我们 这个是新的 一个烂打 我们的 这个叫做 平均数啊 就是 三分之五 现在 以这种情况的话 来说 x 代表的是 它所出现的 人 几个人 没有人 它必须要 超过5分钟 超过5分钟的意思 就是这5分钟 没人 后面有没有人 不管它 我们就只看前面5分钟 确定没人的 那么 这个地方 它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表 或者是工程用计算机 那么我们就只好这样做 1的 负 烂打 烂打 烂打的x 好 以这样子而言的话 这边0 0的话呢 就是 这边是1 这边是1的 负烂打 烂打是多少 三分之五 这个x是 零阶层 所以等于 1的 负三分之五 可以把它写成 1的三分之五 次方分之一 那么 做到这个地方来说 如果我们没有Excel 没有其他的计算机 我们就写到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几率 这就是我们在 前五分钟 完全没有人 至于说后面有多少人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就依照提议 做出这个答案来了